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临时来 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探讨的是通风 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过 但是不见得清楚 而且通风被认为是富贵帝王病 也就是这个好日子过太多的代价 所以这样说来 我们现代人常常营养过剩 就像医生所掌握到的资料 目前这个国人罹患通风的比率如何 那是不是有年轻化的一个趋势 主持人刚刚讲得非常正确 我们国人其实也不只是国人 在全世界通风罹患的比率是越来越高 而且确实年龄层也相当的年轻化趋势非常明显 以前我们认为通风大概是只有在中年或老年人才会发生的疾病 但现在我们在门诊已经看到大约二三十岁的年轻人 就常常有痛风发作来求诊的 好 是那刚刚医生提到什么 到底什么是痛风 而且一提到痛风 很多人直接想到说要去念那个刘生 所以那一旦是不是刘生要管甘工时就是痛风 这是一个很大的迷思 当然我们在台湾大部分讲台语有些病患来 尤其我是在台南成大医院看病 那里面很多人讲台语很多人来就会说 以前我这一时劣酸 所以他们就常常会把痛风跟尿酸膏划上一个等号 但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 尿酸膏是痛风的根本原因没有错 但是光只有高尿酸不一定等于痛风 也就是很多人他血中尿酸的值是偏高的 但是他并没有痛风发作 那在血中尿酸值偏高的状况下呢 所以我们不能说他一定就是通风发作 OK 那是不是所谓代谢比较好的话就不容易得到通风呢 主持人这个问题这个可以很难直接说对还是错啦 但是应该说它是一个代谢上的疾病没有错 那我们都知道尿酸的来源很多人都知道是普林 那就是我们体内代谢普林之后形成尿酸 那跟代谢基因也是有关系 那我们很难说这个是代谢好还是不好 那其实是跟环境因素还有跟先天因素 基因因素都有很大的影响 是 为什么发作之后就会很反复去发作 这个有什么问题 这个就是说第一次发作之后 我们刚刚提到我们可以再强调是 高尿酸不等于痛风 常常是要尿酸高很多年之后才会第一次发生痛风 那第一次发生之后 如果各位观众各位朋友没有好好控制的话 那之后就越来越容易发作 然后发作情况会越来越频繁 那我们既然知道这个痛风跟这个尿酸是密不可分 所以我们请一次来谈谈这个引起痛风的原因 大概是有哪些 引起痛风的原因 那我们就从大家听众最常谈到 大家都会觉得是跟食物有关系 那食物确实是有一部分的影响 但是食物最重要的其实是跟喝酒的关系 对 因为喝酒这个会明显让血中尿酸容易升高 这个已经是非常确立的事实 那其他方面包括是说 肉类摄取过多 肉类因为肉类主要是蛋白质 那蛋白质摄取过多它在体内最后会代谢成尿酸 那这是有关系 那其他再来如果撇除食物的因素再来就是一些本身疾病的因素或药物因素的影响 那疾病因素 譬如说以肾功能不好 因为我们血中尿酸大部分是从尿液中排泄 那你如果有慢性肾脏病 那血液中尿酸就容易偏高 那长久下来也容易诱发痛风的发作 那还有药物的影响 那如果有些朋友心脏比较有问题 那医师可能有会帮你处方一些利尿剂消水肿的利尿剂 那利尿剂如果服用过多也有可能造成痛风的发作 以上都是痛风种种的危险因子 那我想不管是这个尿酸太多或是排得太少 这个痛风跟尿酸都脱离不了关系 也是一个重要指标 我想进一步也请医生谈谈这个痛风会有哪些症状 听说这个痛起来是要人命 这个寸步难行是吗 没有 没有错 主持人讲得非常正确 事实上我们在门诊看到很多痛风患者 这病患刚开门走进诊间 那我们就知道他是痛风的 因为大部分病患一定是走着进来的 那痛风患者确实一痛起来 都是跛着脚进来的 所以我们如果看到二三十岁的年轻人 一走竟然跛着脚 直接猜他是痛风 大概九成的机会会是正确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痛起来 如果发动在脚的部位 确实是非常厉害的 几乎到不能走路 甚至有人必须要坐轮椅进来 这是痛风最常见的症状 所以简而言之 他的症状就是在关节的地方发炎 那主要会从下肢的地方开始 第一次一定是从下肢的地方 不管是脚踝 足背 或是大拇指肌部 那有些人会在膝盖 第一次在下肢 如果没有控制的话 你长久这样子痛风发作 没有配合医生 包括饮食 包括药物治疗 好好控制的话 慢慢可能 这痛风影响的部位 会影响到上肢的关节 包括是说手肘 或是手腕等部位 所以不管是慢性或急性来讲 就是他的一个进程 是不太一样就对了 没有错 他的进程是不一样的 但基本上我们医学上的病 急性如果没有好好控制 之后反复发作就会变成慢性 如果能在急性期做一个好好控制 把尿酸降下来的话 那我们就不会让它变成慢性期的状况 那这样子对病患的生活品质比较好 也不会常常有发作要来求诊的困扰 是 像刚刚刚提到这个 这个耗发的部位 好像几乎每个关节几乎都会是不是 没错 是不是专门指一个单一个部分 然后之后才会发生另外一个关节 对 第一次几乎是单关节发作 我刚刚提到第一次几乎是在脚部或膝盖 那当然有时候左脚右脚不一定 有些病患也会左脚右脚轮替发作 对 那一样提到就是说 慢慢你如果发现痛风发作 不会开始延伸到上肢的关节的时候 那表示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再来有可能变成多关节发作 是 比如你如果一次右脚踝痛 然后左膝盖也痛 那就变成两个关节发作 那表示它其实已经快要进入慢性期了 所以要提醒各位观众朋友 如果你的痛风有多处发作的话 两个部位以上发作 那就要特别小心了 了解 是 那像刚刚医生提到说 从病人一进诊镜那个状况 这个不管病人都还没有跟你们讲 你就可以确定是痛风 那有些哪些情况是需要我们进一步来做确诊 那如何确诊 痛风的确诊如果最标准的 我们有时候叫做黄金的标准的话 就是从痛的地方 从痛的关节去抽取关节液 然后再从关节液下面 拿到显微镜下面去分析 如果有看到症状的结晶 那我们就可以确定说 这个关节痛和肿的原因就是痛风发作 所以它的进一步的检查就是 可以的话就是去针对关节液做抽吸 然后放到显微镜下面去做检查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病人都可以办法抽取到关节液 刚刚提到有些人是在大拇指肌部发作 那因为那个关节非常的小 关节液的量也不会很多 所以不一定抽取得到 是 所以基本上 从那个病人的主述 或是你自己的观察 其实大概就可以知道 对大概就八九不离十 那如果有怀疑也可以死 有怀疑的个案还不是那么确定 第一个就是抽取关节液 再来我们现在可以实行超音波的检查 我们使用超音波去看这个痛或是肿的关节 那这个痛风的关节液呢 痛风它在超音波下是有一个特异性的特征 也就是说我们有经验的医师 有经验风湿的医师 看到那个超音波图像 就可以知道那这个就是痛风 是 好 那我们要进步来谈谈 哪一些人是比较高风险容易发生痛风 这个跟体质跟家族有很绝对的关系 是吗 跟体质当然是有 我们犯称当然是体质 是一定是有关系的 但其实还是说 跟你自己的环境因素也是都有影响 那我认为说 如果一旦各位观众朋友 你真的有痛风的困扰 你其实后天还是可以做很多努力去把它改变的 就像我们传统很喜欢说体质也是可以改变的 所以不要因为说 这样子就是灰心或者是说 觉得这是先天的影响 就不要去做这个控制 是 所以遗传是可能重要的一个原因吗 高风险 遗传是一个原因是没有错 当然说你的主要熟食人 有些人代谢 就像刚刚主持人提到的 那你代谢尿酸的机能比较不好 当然是有可能 但是这种其实占全部痛风患者是少数 那我们刚刚讲到一个趋势 全世界罹患痛风越来越多 而且越年轻化趋势 如果以体质来看 那人类长久以来 应该是都差不多才对 是 所以这个是可以改变的 我们不要想说 那完全是不是基因先天上的影响 是 后天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是 对我们待会就好好谈一下 这个隐私的部分 那为什么男性会比女性高很多呢 对 男性比女性高很多 这个其实要看他的年龄层 如果是在50岁 因为我们一般 假设我们女性停经 大约是在50岁左右 所以也就是在停经前年 50岁之前的话 几乎痛风都是男性为主 女性几乎在这个阶段 几乎不会有痛风发作 所以如果有女性病人 女性患者她来求诊 比如二三十岁 那她如果直接跟我们说 医生我哪里关节痛 这会是痛风发作 那大概99%的机会 不会是痛风 对 那这个主要跟女性荷尔蒙有关系 因为在停经前 女性荷尔蒙有促进尿酸排泄的功能 所以在50岁之前 女性是很难产生痛风的 但是在50岁之后就不一样了 男性跟女性的产生痛风的 危险性几率和比率 其实是差不多的 所以主持人刚刚这个提问很好 但是我们还是要细分年龄层去看 了解 所以当然大家知道这个肥胖是百病之手 所以胖子比瘦子容易得到痛风 应该是很理所当然 没错 这个观点也是非常正确 确实 因为肥胖其实它就是整个代谢关系 我们常常以前说到三高 那其实现在在提倡一些健康 会讲到四高 那三高我们知道就是血糖高 血压高 血脂高 那四高 那四高是多哪一高 就是尿酸高 尿酸高也是所谓代谢症候群的一部分 那很多肥胖患者确实也都有尿酸高的问题 所以会建议各位观众 如果你有痛风有肥胖的问题 那减重是一个很重要的方法 很必要的方法 是 好 我想一旦痛风这个长期下来 我会看到一些手脚关节扭曲变形 相关还有哪些并发症也给我们大家做个清楚的说明 那痛风第一个就是长期下来 因为它主要是在关节发作 是关节眼的一种 那你长期让它反复发作 一次两次还不会造成关节的变形 你如果它长期反复 两次三次一直累积下去 很多年之后 慢慢关节就会被破坏掉变形掉 那会影响到你日常生活 脚部或手部的功能 那这是外观上的 那最不好的情况就是 痛风这个病人 你长期不控制 还可能会影响到内脏器官的功能 尤其是肾脏 如果我们这个尿酸沉积在肾脏上面 慢慢有一些肾功能会缓慢的恶化 甚至少部分人可能甚至最后需要到血液透析 也就是说我们洗腎的程度 不过大家也不要太担心 这个是完全没有去控制通风 然后要非常多年之后才会造成结果 这不会是短期的结果 那我们刚刚提到一个是外观 然后一个是肾脏 那再来就是说长久下来 有可能对心血管疾病也有影响 因为它常常是刚刚提到四高的一部分 所以痛风患者也可能也有其他的 譬如说血脂肪太高的异常 那长久下来研究发现 也有可能造成一些冠状动脉疾病的增加 是 对啊 因为我觉得很奇怪 就是像这些严重的并发症 这个像痛风死这个应该是累积很久 这患者为什么一直会延误 或者说这个原因大概是什么 就你了解 这个原因其实是 因为它 这个痛风这个疾病就是这样子 它就是让人会容易轻呼 刚刚提到 它发作的时候非常痛 很痛 对 一定会来求诊 但是一旦 我们给它一些消炎药物治疗之后 这疼痛缓解 这病患又开始可以走路见不如飞 那很多人就觉得 那我的痛风就是好了 那这是一个非常 非常容易让人掉入陷阱的观念 所以才会有许多人 为什么最后整个关节破坏 整个手上呢 手上或脚都是痛风死的关系 常常就是被这个迷思骗了 因为他就发现 不发作那应该是好的 所以这有时候跟我们其他一些慢性病 譬如说高血压不一样 因为如果你有在量血压的话 会发现 每天血压都高 大家就会有意识到说 那我应该要 赶快来饮食控制 甚至要求诊做药物治疗 那痛风这个很容易让人忽略这一点 所以造成最后造成一些 不容易弥补的后果 这一点要提醒观众朋友的注意 对 就是有病就是在看医生不能拖 就是也成是错误的一些迷思 大家要提醒大家知道 那既然痛风是非同小可 那怎么样治疗 有没有一些治疗的目标 痛风那第一方面 我们一样会先建议饮食控制 那饮食控制呢 其实最主要是 大概第一个 我会请有痛风的朋友们戒酒 酒是最容易引发痛风发作 和尿酸升高的 那很多人在大吃大喝 尤其是喝酒 我们常常是晚上出去庆祝 那可能到半夜或隔天早上醒来 就发现一踏下床 怎么没办法走入了痛的药面 对 所以如果你有喝酒的习惯 我们建议你是戒酒 那再来就是说 包括我们常讲的肉类或海鲜 这类高普林的食物 我们不会建议说完全不要摄取 其实只要适量摄取 那是没关系的 因为很多食物包括肉类 那它还有蛋白质 蛋白质对维护我们身体健康 还有机能也是有很重要的作用 所以我们建议是适量摄取 基本上就是避免暴饮暴死 大吃大喝 了解 对 如果海鲜类 其实也是可以适量摄取 那比较要注意的是 就是譬如说肉汤或煮火锅的汤 是 因为它很多普林的物质 很容易溶解到汤中 那种浓度特别高 那你吃肉吃海鲜适量没关系 但是那个汤尽量避免 是 好 医生已经先讲到 我们这饮食上面的控制跟保养 那治疗方面是不是 医生给我们讲一下 对 那是保养方面 那治疗就是刚刚提到的 有分急性期跟慢性期 那急性期主要是以 抑制这个关节的发炎症状 也就是消炎为主 让这个病患赶快可以疼痛感缓解 可以赶快走路 那长期来说的话 你如果饮食控制不佳 或者是你一年内 请观众特别注意 你如果一年内痛风发作过两次 那刚刚提到 痛风发作基本上就是很痛 肿起来不能走路 这个有发作过两次 那一定要来医院 然后配合医生的药物治疗 那药物治疗 目前的药物主要就是 可以抑制尿酸的形成 还有促进尿酸从尿医中代谢 这两种主流的药物 那这时候要特别提醒大家 就是刚刚讲到的 降尿酸的药物治疗 那是一个长期性的 是 刚刚提到为什么 会有人轻乎痛风 因为它是间歇性发作 那所以很多人急性起的时候 他确实会来看医生 但他只要给一些抗发炎药物治疗的时候 他就觉得他好了 就不需要再来看 所以那之后又反复发作 就会造成一个关节破坏 整个痛风时 长在手上的效果 这样就很不好 所以并不是说急性起过后 就安然无事 我们要记得 还是要随时回来医院 追踪血液中的尿酸浓度 如果尿酸超过7以上 还有痛风发作 那就应该开始降尿酸的药物治疗 所以我一般用药物控制 算是可以治本吗 对 这个是用药物控制 把尿酸值降到更低的范围 这是比较治本的方法 如果我们治病方法就是刚刚提到的 你只有发作的时候 痛的时候才来看 对 那就是治病 如果那治本 当然是要把降尿酸 要服用降尿酸药物 把尿酸控制下来 就持续追踪这样子 对 要持续追踪 那像刚刚提到那个痛风时 一般我们会怎么处理 因为觉得好像很恐怖 都已经变形 那个你们会怎么处理 那痛风时这个大概都是 今年累月 对 没有经过5年10年是不会产生的 对 那它一定产生的 那我们可以知道 它经过5年10年产生的 你不太可能在几个月内 就让它消下来 所以是用开刀吗 还是 我们会建议还是 除非它的通风时实在是 大到一个程度 整个影响 譬如如果在脚上我们看过 整个影响穿脱鞋子 鞋子都变成要去做定做的 那时候可能才 才可能考虑用手术的方式 那这手术方式 最好还是要跟风式科医师 还有外科医师 充分讨论过后再进行 那我们比较建议的是 第一个当然 其实还是预防剩余治疗 但是不幸的 你已经产生通风时了 那更要积极的来配合药物 医师服用药物控制 那定期追踪 如果已经产生通风时 可以把血液中的尿酸值 降到5以下 这个数字是5 那通风时可以慢慢溶解消失 会越缩越小 然后也可以恢复成正常的状态 这个大概有通风时的病患 以我的经验 如果愿意好好配合医师治疗的话 定期追踪 大概有9成的病患 可以让通风时消到几乎看不到 对 其实真的要配合医师的医嘱 那刚刚医生就提到就是 我想很多患者问您就是 怎么样吃才可以改善通风 而且大家最常以为就是 痛风是跟吃火锅有很大的关系 那我想其实好像还有真正致命的 包括吃甜食啊 那个饮料之类的 那医师要好好跟我们谈一下这个 痛风的饮食控制 然后怎么保养 嗯 没错 刚刚提到第一个 希望就是有痛风患者能够戒酒 对 不要喝酒 是 那再来就是刚刚提到的 那火锅来说 其实就是第一个不要爆眼爆死 尽量少喝汤 因为汤的浓度 汤的浓度里面 还是一样是普林的关系 对 普林的关系 汤的浓度里面是更高 那再来就是甜食 大家很多 因为直接联想到说高普林的食物少吃 但是有些病患常常会说 我高普林的食物确实都戒了 酒也戒了 但为什么尿酸还是降不下来 痛风常常发作 是 这其实就注意到 有一个最重要就是吃甜的东西 了解 吃糖 尤其是果糖类的东西 尤其我们现在这个含糖的饮料店 实在是非常的多 一杯水里面都是加了非常多糖 因为这个是比较复杂的生化学的代谢 其实果糖吃进人体内 经过一连串的反应之后 最后也会转化成尿酸 所以这也是被大家容易忽略一点 除了高普林的食物之外 那还有就是甜分高 含糖的饮料 这个一定要戒掉 对 这一定要戒掉 可不可以再详述一下 这个高普林的食物大概有哪些 大家比较清楚 具体一点 其实刚刚讲过肉类海鲜是有 但是我刚刚提到的 就是这个可以适量就好 适量没关系 不要大吃大喝 不要过量 适量是没关系 那酒类我们也一再反复提到 那有一个迷思就是豆类 豆类和菇类 很多人就说那是不是豆腐 豆浆也不能吃 或是菇类 那这一类食物 确实它也是含普林的成分比较高 所以过去一直大家有 传统有这样的说法 认为痛风患者 豆类也别吃比较好 但其实近年来已经 不知道全世界各地 有很多大规模的研究 其实发现摄取豆类的制品 包含豆浆、豆腐 或者是菇类 并不会增加痛风发生的机会 所以在这一方面 其实可以 这方面我们可以请各位观众朋友安心 不是说从外就不能吃豆类制品 那个量的部分有没有建议 一样 当然我们其实都是一样的 还是以适量为原则 但是就是说 没有到禁忌说 完全不要吃这样子 如果说完全不要的 那我只有一个建议 就是喝酒不要 是 反正就是每天 比如喝一杯豆浆 然后吃一块豆腐 这应该都没关系 这时候没关系 这可以放心 是 那当然我觉得很重要的关键 就是要多喝水 医生要提醒大家一下 多喝水是 多喝水它是没有直接 促进尿酸降低的功能 真的啊 不是会稀释吗 对它是会稀释 所以讲到这一点 就是说很多病友 他就发现说 我想多去运动 因为运动可以减重 促进血液循环 对 但你觉得发现 运动之后 反而容易痛风发作 那时候确实是脱水的关系 因为运动我们会流汗 对 那你身体一旦脱水 你血中尿酸浓度 就容易急速的升高 那就容易诱发痛风发作 对 所以河水是有帮助 河水确实可以减少痛风发作 但是就刚刚提到 它没有资本的功能 喝水没办法促进尿酸的排出 那我打个比方好了 假设你一天尿酸的排出量 是一天800毫克的话 那喝水呢 那你小便量一定比较多 对 但是你小便中的尿酸浓度 也跟着比较少 比较稀 所以相乘起来是一样的 就是你喝水 那你一天尿酸的排出量 还是800毫克 它不会降低血中尿酸 但是至少避免脱水 可以减少痛风的发作 那如果是利尿的咖啡或茶 这个部分有建议 什么建议吗 利尿咖啡或茶 这部分就没有特别的建议 对 不过因为它确实有利尿成分 它对尿酸没有特别的影响 咖啡或茶類 但是因为它会利尿 所以如果喜欢喝咖啡或茶的 要特别也要注意 要补充四伤的补充水分 其实水还是 应该还是最好了 对 就是说 我们一般饮料 像我自己是从来不喝含糖饮料 对 对 水还是最好 然后含糖饮料也要避免 有时候要从医生的口中讲出来 这个民众可能会比较接受 会觉得说 我每天很渴 然后也不要疗愈一下 一定要喝一些含糖饮料 这个真的是要医生来好好帮我们提醒一下 对 这个请观众一定大家要特别注意 对 那当然我想随着大家吃的好吃的丰富 那痛风人口向益生素不断的增加 甚至有这个年轻化的趋势 加上现在这个外送平台新奇 各种美食 不用出门就可以在家吃 那我想很多人就把这个大量的一个高糖 或是高纳高普林的食物吃下肚 无形当中就会形成这个痛风发作的机会 所以希望今天的节目 就成为大家很重要的提醒 那今天非常谢谢医生的分享 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 我们再会 好 谢谢 感谢观看